新界主場由我主場 我是選舉委員會新界地區委員會界別的委員胡卓謙 下一任特首選舉很快就到了 今年3月27日就會選出下一任特首 雖然現在特首候選人還未出現 但作為有份投票選特首的選委 我對下一任特首有以下期望 第一,下一任特首一定要盡快推動地區行政方面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自從2019年黑暴之後 曾經有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 就落在這班黑暴議員或攬炒派議員的手中 區議會已經變得有名無實 一是就成為了他們的提款機 一是就成為了他們爭命續利的地方 就以大埔區議會為例 就曾經出現懷疑撥款只是益字機人的事件 探訪20位長者就用了40位的義工 支出成4萬元 但用在想者身上的錢 就只有400元的衛生禮物包 至於剩下的開支就用在義工那裡 包括舉辦義工家許禮 活動和分享會等等 還有提供成4000元的查點 又好像剛剛過去的1月4日 大埔區議會就因為 區議會副主席懷疑被逼供辭職之後 新舊攬炒派談不上數 他找不到誰做副主席而導致留會 令到民生的時候無法討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下任特首應該真的要思考 如何改革地區行政 如重組區議會的組成成分 地區行政上的三會委員 是不是可以有更加重的角色 令到日後地區行政 不會再出現政治立場行先 民生反而站一邊的情況 第二就是要解決基層的住房問題 我希望下任特首可以拿出魄力 大刀闊苦地推動房屋政策 如訂立恢復三年上樓的時間表 對香港市民作出明確的承諾 並積極密地建屋 特別是要加多些公營房屋 令到基層市民 看到有上樓的希望 同時要有罪啟動舊村重建 政府應該制定未來五年的重建計劃 特別是位於市區或規模較少的屋村 應該是首先列入優先考慮的地方 以改善舊村居民的生活環境 並增加公營房屋單位的公營 不過在進行舊村重建的過程中 要顧及舊村居民的需求 當中包括園區安置 或者提供一些搬遷津貼等等 此外下任的特首 應該是要關注青年房屋政策 政府應該盡快展開對青年人住房需要的研究 以全面檢視政策 制定一系列的措施 回應青年人的住屋需要 以上兩個方向 都是我對下任特首和政府的期目 在確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以及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下任特首在議會內得到的支持 一定是回歸以來最多的 故此下任特首一定要把握時機 找緊機會推出更多為民離港的政策 改善民生 多做實事 令市民有更多的幸福感 期望之後 有意參選特首的候選人 可以聽到我的心聲 大家互相多些交流 一起為香港 為祖國作出公義 我是選舉委員會 新界地區委員會 界別的委員胡卓謙 各位新界主場的觀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